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到了关注 家住湖北省香阳市东王港村的村民宋存华 因为身患剑动人症 身受病痛的折磨 无法行动 每天只能躺在床上 今年35岁的宋存华是湖北省香州市周双沟镇东王港村人 几年前他被诊断为进行性脊肌萎缩症 是剑动人的一种 剑动人症又称肌萎缩厕所硬化症 其发病率为十万分之四 四岁时 宋存华走路就一瘸一拐 自从患上了剑动人症 身体像是被冰雪逐渐冻住 先是双腿 后来到手臂 最后蔓延到手指 如今 宋存华的双腿弯曲无法伸直 双手也已完全畸形 为了防止从床上摔下来 宋存华现在睡在地上的一块床垫上 洗脸 刷牙 吃饭 完全依靠父母照顾 不幸似乎一直伴随着宋存华和他的家人 宋存华的母亲有五个兄妹 他们的孩子中其中有一半男性是剑动人 比宋存华小十岁的表弟陆刚 在五年前也被诊断为剑动人 现在是有什么感觉 手脚 有什么感觉 没啥感觉 虽然患病只有短短五年 现在陆刚的病情就已经发展到 无法自己行动 每天陪伴他的只有轮椅和电视 那如果这个脚掉下去了怎么办 那你就抬不起来了 嗯 干嘛呢 哦 用爸爸妈妈把你这个脚踢起来 对 放下来没搁他修过 没看过 也心里不变 还能打开 重点是能不动 一年没来进去 每年都很新 一年比一年加重 对 你像去年这个时候你的腿脚还能动吗 他去去年他仅仅有景象 为了治疗剑动人症 宋存华的父母带着他四处求医 家里先后欠下了近十万元的债务 房子来的是一个 全身瘫痪 全身肌肉萎缩 来到之后我们这里健康医院全有限 地上的病 治疗不是很好 建议他到那个上级医院大医院治疗 这个私下团的地方都来得去执行 那叫指 那一个月的几千块钱 那从那里的钱 但是他家庭条件医院困难 又是低保护 坚持要到我们医院 住院治疗 我们只有地震支持治疗 给营养了治疗 由于父母每个月只有一百多元的农村低保费 除了维持吃饭 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宋存华治病 住院没多久 宋存华就不得不出院回了家 如今宋存华和家人租住在城郊的一间房子里 因为长期在外治病 老家的田地也不得不转给别人带中 老屋长期没有住人 也落满了灰尘 宋存华参加了新荣和 对于像他一样的农村建栋人 新荣和对他们有哪些帮助呢 据了解 为了提高参加新荣和农民的保证水平 新荣和将小儿先天性心脏病 白血病 癌症等一些治疗费用高的病种 纳入到重大疾病保障范围 而对于健重人症这种罕线病 目前新荣和只是按照普通住院治疗 给予一定比例的保销 像他这种病人 估计至少要在二级以上住院 这种保销比例 整个保销比例可以达到60%左右 至于检农者的特殊治疗药品 应该很少 几乎没用 但是对检农者的这种治疗法 这个药物还是能够保障的 就是说它的感染 感冒 或者说乳肠 治疗 这种治疗法 这种药物还是有 那么新荣和的门诊 对健重人宋存华有哪些帮助呢 我们目前对这个健重人 没有纳入门诊中的管理 目前治疗健重人症 起到延缓作用的药品 主要是一种进口药 一个月的费用就要7000多元 这样一笔费用 对于宋存华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 无影视天文数字 由于目前新荣和在健重人 住院和门诊方面 对他们还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 对于农村健重人症患者来说 无论是药物还是治疗的费用 都无力承担 一旦患病 就会陷入生活的困境 因为冰桶挑战这个活动 使这一罕见的患病群体 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我们也希望今后对着健重人的治疗 也能够得到更多的政策和资金的帮助 下期日告 浙江温岭52辆崭新的大鼻子校车 被闲置近一年 校车从哪里来 为什么被闲置这么久 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52辆校车闲置一年的新闻 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崭新 撂荒 公测等字眼 不断挑动着人们的神经 在新学期开学之际 在很多地方还未能拥有一辆标准校车 而发愁的时候 停放在村子里面的这样多闲置的校车 让人引发了很多的疑团 校车从哪里来 要到何处去 为什么会被闲置这么长的时间 是市场饱和 还是另有隐情呢 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调查求证 从温岭县城往北 大约十多公里的路程 就到了只剩庄村 52辆崭新的校车 就停放在这个村子的一片空地上 青山脚下 橙黄色的校车排列整齐 格外显然 你们看见这放了多久了知道吗 一年多了吧 一年多了 去年这里推平的就放进来的吧 去年那个是11月10号 是21辆先开过来的 这一个月是12月10号 那个是31辆 本养平 差一个月开过来的 虽然放置了近一年时间 但从外观上看 这些校车完好如初 没有出现人为损坏的情况 而车辆周围的环境也算整洁 他们说是校车嘛 就说跟温宁的学校放校车嘛 后来就一直放到现在 没开走 搞不清楚 陶军通是温宁市教育局 安全管理科工作人员 他告诉记者 安徽驻台州商会 曾以解决当地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 没有校车 不方便上学的困难为理由 打算在温宁成立一家校车服务公司 但在没有办理手续 甚至主管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 擅自勾进校车 才导致出现这种情况 开进来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知道 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是在去年12月23号那天 市政府领导在这里考察的时候 看到有这么多校车 是怎么回事 打电话到教育局 我们才知道有这一批校车 到底是有约在先 还是未批先买 作为当时方的台州安徽商会会长 李仁义 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 这两天 我们还暂时不接受台话 谢谢 原因是什么呢 那我们要等到政府 我们肯定要听政府的吧 政府看他们怎么办 慢慢进去吧 不管怎样 台州安徽商会 已经为这52辆大鼻子小车 付出了2800多万元的真金白银 并且每隔一天 损失就增加一天 那么企业出资 投资创办校车服务公司 这种看似有利于提高服务水平的事情 为什么就办不成呢 我们以外的原则 就是有需求 就是符合相关的要求 我们是批准的 但是在批的过程中 我们这个交警交通资历和的 先由学校提出申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程序呢 要是出于实践的考虑 至于我们是这个上面有关相关的要求 既就从台州安徽商会提交给温岭市教育局的 关于温岭市惠民校车服务有限公司筹建方案中看到 台州安徽商会是想在温岭成立统一的校车服务公司 除每学期要求每位学生600元的费用之外 每辆车还希望政府补贴12万8000多元 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可行情报告里面 就是商业性 那么商业性的也通过市场的 这个投标竞争的 不谁提出来可以就可以的 现在呢需要接送的民工学生大约是四千不到三千九左右 而我们现在已经审批了三十二辆 已经达到了需求 到何的情况下 最近50多辆的校车 我觉得是多余的 教育局认为 没有市场需求 没有获得相关的手续 那么这些贸然闯入的东西 即使多么耀眼 也只能被搁置一边 这样子这么多的校车在这里对吧 然后又没有投入运营 我觉得这个 相对来说 确实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放上你肯定难费嘛 那么多车 50多辆车 买校车干什么 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学生上学的交通问题嘛 那么温岭市目前的校车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农民工子弟小学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校车了呢 我们的记者在温岭农民工比较集中的 大西 横峰和城西三地进行了调查 我有八辆校车 我用了四辆校车 上报给领导 我们请用校车 温岭市教育局提供的数据也显示 温岭市用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车 三年的时间从最多时的56辆 减了现在的32辆 那么事实是不是像教育部门和学校说的那样呢 在温岭随处可以看到 骑着电瓶车和三轮车接送孩子的家长 上学和放学时间 学校门口也挤满了电瓶车和三轮车 那么对于校车 家长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那今天坐校车好一点 方便一点吧 你自己送的话 天天远了 太累了 你觉得自己送方便 还是坐校车方便 坐校车方便 哪里时间送他呀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 大多数家长都表示了愿意选择校车的愿望 而在没有配备校车的德才中学 情况也并不是像负责人说的那样 完全就不需要校车 我们家是做动物的 我爸爸每天送我妈妈去市场上买动物 还有我爸都送其他鸟药货 又把我带到学校来了 哦 是来三轮车吗 还是摩托车 摩托车 摩托车 那每天从家里到学校大概需要 半小时超过 从家里到学校需要多久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每天是谁送的 我弟坐车来的 坐什么车 坐工程车 哦 坐工程车 你的家里不是吗 有 就我自己走 走着到一个车站那边坐的 小车嘛 就你不管就安全不安全嘛 就自己也要方便一点 你送的时候小孩 他会骑摩托车容易感冒的 既然家长和学生 都有乘坐校车的意愿 为什么温领的校车利用率不高 数量还在不断减少呢 校车游在地不完全 啊 校车不安全 啊 校车不安全 这个路线 这个路线这么拼批 这么决计不安全 啊 校车有的又不放心 除了家长们 出于对校车安全不放心 不愿意孩子乘坐校车之外 校车不断减少 还有学校自身的原因 随着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在各地的逐步落实 和新校车安全技术标准的实施 对校车的质量安全系数 服务水平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 是一些原本拥有校车的学校 有了不再配置校车的打算 呃 站在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的话 我对校车的话 我是自己不会使用校车的 呃 这一个运行成本对不对 还有多方面的原因 因为这个校车 按照这个国家的标准 这出台的越来越严格 条件越来 说实话 呃 越来越有点苛刻 对不对 定点 定时 定人 哪怕一个孩子都把他送到家 所以这样运行成本特别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温领市现在运行的校车 虽然都刷成黄色 并印有校车的标志 但执行的是2009年的校车国家标准 而到今年年底 这批校车的许可将到期 那么 一边是即将淘汰的旧校车 一边又是办不了许可闲置的新校车 出现这样的现象 确实有些让人费解 校车闲置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 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目前已经有宁波 连运港 泥水等地的十多家单位 表示愿意接收这批校车 我们希望这批校车能够早日发挥它 应斗的作用 农村校车市场空间有限 容不得一窝蜂上马 这是事实 但是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 温岭还有很多孩子想坐校车坐不上 校车是为孩子们服务的 要不要校车需要多少校车 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学生家长 校车安全监管者畏惧监管责任 少批一辆少一份责任 而企业看中校车市场利益 多上一辆就多一份商机 他们都不能完全代表孩子们的利益 闲置的校车就停在了 这三方利益不一致的空档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三农视讯 眼下正是水稻生长旺季 江德明种植的一百亩水稻田里 全都撑起了巨型白色蚊帐 这是什么缘故呢 通过蚊帐组合蚊蚊针针针的原理 就是把切肺性的稻肺蛇 阻止在蚊帐外面 这样子虫子不仅就残乳了 就不用防虫荣药 18年来虽然做过两次截止手术行动困难 但江德明依然坚持摸索种植绿色水稻 他发现用防虫网有机肥料种植稻米 不仅连细如针尖的稻肥狮无法飞进蚊帐 还阻止了由此引起的条纹枯叶病 种出了真正的绿色稻米 但是这样一来 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 是成本加大了 是一亩地少数一千五百钱 江德明说 流转土地每年每亩一千元 再加上种子有机肥蚊帐成本 一亩地的投入就要五六千元 每斤水稻至少要卖到十元前才能收回成本 眼下虽然水稻涨势喜人 他却依然很担心 因为水稻还有一个多月就要成熟了 但是目前却还没有销路 由于是第一年大规模种植蚊帐水稻 总投入已经达到五十多万元 稻米上市之前 即使有人支持与合作 日前全社会都来关心我 关注我 特别是有时支持 有这个生意的这个 这个学家能支持我 能一直合作 一次支持 是我能使 绿色稻米知识来衅行 日前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畜牧业保险市场 畜牧业保险已覆盖全国所有省份 据了解 我国一些省份已推出了能反母猪 育肥猪 奶牛 牦牛等生产饲养方面的保险 并将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 作为保险理赔的前置条件 同时 一些地方还开展了价格指数保险 为养殖户提供了市场风险保障 会议要求 今后 畜牧保险要与动物标志 及一定可追溯体系 防疫和无害化处理等建立起联动机制 利用市场手段 引导养殖户 落实畜牧业管理规范 维护公共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 记者从国家粮食局了解到 今年夏季粮油和澡仙道再获放收 目前 夏粮收购进展顺利 由于新粮上市初期 市场价格总体低于政府之道价格 为保护农林利益 湖北 江苏 安徽 河南 山东 先后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截至目前 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 累计收购新卖1359亿斤 同比增加416亿斤 创历史同期收购最高水平 农村题材电影《苹果梦》 正在全国农村数字院线上映 讲述了硕士毕业生沙宝儿 利用互联网带领村民推销 家乡苹果的故事 使农民观众对互联网有更新的认识 让更多的农村有十星年 利用电商为家乡服务 山西运城农民郭宏伟担任该片的 编剧导演和剧片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现在的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村网 农村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后端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插去浏览 感谢收看聚焦三农 明镜业 明镜与点点栏目 M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